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话510-895-5133 510-895-5133 510-895-5133 美国星岛中文电台 订阅朋友 你们好 我是余飞 又来到时事观察的时间 今集讲下由以色列足球队 出外作赛引起的两宗国际新闻 分别是11月7日在荷兰 和11月14日在法国的事件 先讲近的一宗就是法国的一宗 再回头讲回荷兰那件事 听完我对两件事某些细节的补充 大家都懂得自己做判断 法国当地时间11月14日 欧洲足球国家联赛 举行法国对以色列的赛事 当日可以坐8万人的球场 只是坐了16,000多人 大概是五分一 是那个法国国家级场地 启用以来最低的入场人数 主要是因为 之前发生了荷兰的苏联事件 部份人怕会出事 所以没买飞入场 赛事结果是0比0打和 而作为时事去看这场比赛 是想点出在法国巴黎 没有发生一个星期前 荷兰那种级数的苏联 小规模的抗议行动是有的 那场球赛在14日比赛 在比赛前的11月13日晚 有几百个反以色列示威者 聚集在巴黎圣丹尼区附近一个广场 他们揮舞巴勒斯坦国旗 和黎巴嫩阿尔及利亚国旗 抗议那场比赛 示威者的标语就写着 我们不同私人种族灭绝的对手比赛 比赛前直发生的事就是这么多 好了到比赛当日 在播放以色列国歌时 现场有很明显的嗦声 喝到彩 但同时也有口哨声 吹口哨是否表示支持呢 不知道 而在场的以色列球迷 有人就揮舞黄色气球 喊释放人质 看着场的蓝端 有人就挂了两面巴勒斯坦国旗 而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 最多以色列旗的那个 以色列球迷区附近 发生过几分钟混乱 有人奔跑 有人打架 不过保安人员很快就用人墙 将双方分架开来 之后就没有事发生 直到比赛结束 发生的事一切就是这么多 可以说总体上是小菜一碟 其实等于没有发生过事 因为平时没有政治原因的那些球迷骚乱 在欧洲 闲闲地都会被当晚发生的事激烈很多倍 于是值得想一下 法国那边为什么相对地比较平静呢? 是不是法国的保安做得足一些呢? 据报 巴黎当日出动了4000个警察 和1600个赛场上的工作人员 来维持场内和场外的秩序 即是出动了合共5600人 而平日一场比赛 会出动的警察和献兵大约是1200、1300人 而11月14日比赛当日 现任总统马克龙和一些高官都有出席 两位前总统萨尔科齐和奥朗德都有出席 马克龙在之前的访问已经表明 去看球赛是为了支持反犹太主义的受害者 即是支持以色列各一边 他在荷兰骚乱后这样说 即是他认为荷兰那次有问题的 是支持巴勒斯坦那一边的人 而且将事件的性质定性为反犹太主义的行为 好了,究竟荷兰当日发生了什么事呢? 以下跟大家讲一下 荷兰发生苏联的时候 刚刚好是美国大选出了结果 美国大选的分析 盖过了大部分的国际新闻 因此荷兰那种苏联 很多细节都不是太多新闻深究 11月7日荷兰阿加克斯队是对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马卡比足球队 那场赛事在阿姆斯特丹举行 阿姆斯特丹是欧盟杯小组赛 结果是荷兰25-0赢了 那场足球比赛前前后后发生什么事呢? 我就用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和荷兰警方的讲法做材料 跟大家整理一下 我会附个连结给大家 好了,直到正题 在比赛之前 即是说11月6日星期三 已经有很多以色列球迷去了荷兰 星期三晚有马卡比球迷那些以色列人 在阿姆斯特丹从一栋建筑物的外墙 扯走一面巴勒斯坦国旗 并且是即时焚烧 在焚烧时同时大喊 去你的巴勒斯坦 而中火焚烧期间 他们破坏了一架出租车 出租车的司机即时就透过司机电台 叫人 于是一群出租车司机聚集在一间赌场附近 因为那里聚集了大概400个来看球赛的以色列人 当两方人马对峙期间 荷兰警方就接报到场 及时驱散了当地的出租车司机 并且是护送那群以色列人离开现场 而现时由一些网上流传的视频反映 比赛的前夕和比赛之后 即是说6号和7号 星期三星期四 都有不同的挑衅事件发生 其中有视频的反映 有马卡比球迷 即是以色列人在街上聚集 他们放一些照明物体 亦点放一些烟花 在点放时就大喊 olay olay 并且用希伯来语大喊 以色列国防军必胜 我们粗 fuck 阿拉伯人 而这些视频中最有挑衅性的讲话 是大喊 加三没有孩子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有深厚的犹太人背景 在上世纪住了很多犹太人 只不过因为二战之后 当地的犹太人有四分三被纳粹党屠杀 于是现时犹太人在区内占的人口比例很小 相反现时的阿姆斯特丹 有庞大的穆斯林社区 打了一年的加沙战争期间 曾经举行过 2500多次反以色列的抗议活动 上面讲的主要是比赛前夕的事 星期四比赛当日情况又是怎样呢 有视频反映 以色列马卡比球迷在去球场的途中 都大喊反阿拉伯口号 阿姆斯特丹出动警力 护送2600多个以色列球迷入场 并且也出动警力驱散在体育场外面 无理禁令聚集的亲巴勒斯坦人士 当日荷兰队以5比0大胜 比赛后 大批马卡比球迷在阿姆斯特丹中央水坝广场聚集 亲巴勒斯坦人士知道后都试图去那个广场 但被荷兰警方阻止 以及拘捕了部分去那里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士 而入夜之后 市内开始出现针对以色列人的快闪襲击事件 有视频就拍到有蒙面青年人 踩着滑板或者开着电单车专门打 但明显是马卡比球迷的人 被围的人会被问是否犹太人 或者要他们出示护照 当时全国有马卡比以色列球迷失踪 或者被扣押成人质 事后证明这些都是谣言 而混乱当晚以色列球迷不是完全被动的 有视频证明 有以色列球迷在中央火车站附近延放烟花 是搞嗨的气氛 并且大喊反巴勒斯坦的口号 也有以色列球迷从建筑工地 拿走铁枝和金属铁通或者木板等等做武器 也有以色列球迷高调地挥舞一些腰带 在街上狂奔和大喊 阿姆斯特丹当地一位议员 维尔杜森就向半岛电台表示 有以色列球迷 集击挂巴勒斯坦国旗的房屋 总之当晚合共有五个人要送丸 大概是二十多到三十多人轻伤 场面混乱直到凌晨三四点才停止 听众朋友听完细节之后 如果要为荷兰苏联找一个源头 在比赛前阵 以色列球迷焚烧巴勒斯坦国旗 和破坏了一辆出租车 应该是不可忽略的关键 这种行为主动打开了 一个有庞大穆斯林人口的社区对抗气氛 而苏联当晚最终肯的描述 就是双方都有过激的行为 但是大部分媒体的描述 标题都是说 荷兰阿姆斯特丹发生反犹太人暴力事件 听了细节就知道 这只是事实的一部分不是全部 而一般媒体的定性 也是荷兰官方的定性 就是将骚乱简化为反犹太人事件 哪怕荷兰警方和官方 其实是清楚和知道挑衅的细节 事发之后 荷兰官方和法国官方 在一面倒表态同情以色列球迷那边之外 荷兰国王也发言 他说 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辜负荷兰的犹太社区 昨晚我们再次失败了 不止的 马克龙当晚都立即在X平台上发帖 他说 阿姆斯特丹发生针对以色列公民的暴力事件 让人想起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我强烈谴责这种行为 向伤者表示慰问 法国将继续不懈地 与令人发指的反犹太主义作斗争 听众朋友 总之主流的说法 都是往反犹太人行为这个方向 是为荷兰的骚乱定性 没错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犹太人被屠杀 这是悲剧 任何大屠杀都应该被谴责 但是天平的另一边 是巴勒斯坦人被迫害在长达超过一百年 不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才开始被掠夺土地和受迫害 巴勒斯坦都长期面对 慢性的、长期化的屠杀 而新近的这场加沙战争 更加已经被定性为种族灭绝 当年二战时的受害者 今天已经摇身一变成为私害者 当今的以色列带着二战的受害者光环 有此无恐地去迫害巴勒斯坦人 乃至黎巴勒和敘利亚的人民 荷兰球赛苏联事件的真相 被美国大选的新闻概括了 也很正常的因为相对于美国大选 一场球迷骚乱 比起来都始终是小事 但是这件小事反映的是世界对巴勒斯坦人的不公平 所以今集节目为大家重提荷兰 最后提一提 很明显以色列球迷在法国 没有在荷兰那么高调和囂张 在这里补一个信息 11月初 因为巴勒民间组织的抗议 和法国政府也认为事情比较敏感 以色列的财长 斯莫特里奇取消了去巴勒 参加 由极右翼人士组织的以色列永恒晚会 据报 那个晚会同时会为以色列的加沙战争筹款 以色列的财长 斯特莫里奇是何许人也 他是以色列的极右分子 今年8月 他说过 饿死加沙200万平民 是合理 而且合乎道德的事 而这个人就在巴勒的抗议声浪之下 取消了去法国 好了 节目结束前做总结 有人可能会认为 荷兰的巴勒斯坦支持者 为什么不忍忍呢? 我想说到他说加沙没有儿童这句话 那天听见都会生气 当前 加沙是连联合国都表示因为以色列的阻撓 人道物资基本上已经运不了进去 此外 联合国由10月开始已经不断发新闻稿 表示加沙的百多二百万人正面临极端饥荒的困境 而最新近的11月14日 大家留意 就是联合国调查以色列行为特别委员会 都发表报告 说以色列在加沙地大的军事行为 符合种族灭绝特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仍然将荷兰苏乱简化为是针对犹太人的反犹太人行为 当中的是非对错 听完今集的补充之后 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数 好了 今集的时事观察先讲到这里 欢迎你们订阅点赞和转传 我是余飞 下次见拜拜 拜拜